今天我们新政的211例的确定的病例 那有3例境外移入 那这里面以新北市82例 台北市60例 苗栗县45例 彰化县8例 那其于新竹市桃园市 澎湖县接龙市各3例 那宜兰嘉义屏东新竹县各1例 那死亡的案例有26例 鉴于台湾新冠疫情依然严峻 7号上午台行政机构发言人罗秉承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在审卓各单位意见后宣布 延长全台的三级警戒管制 为期两周至6月28号 各级学校也配合停止到校上课至暑假 好那也要跟大家宣布 就是这次的那个三级警戒 要延长至6月28日 那当然也会持续根据整体的一个情况 那做滚动式的调整 另外7号台没注意到 累积至今全台新冠确诊死亡率2.6% 创下新高 已高于全球平均值的2.16% 台湾资深媒体人中广董事长赵绍康 6号晚间在脸书发文称 民进党必须为每个失去置心的家庭负责 历史上必会记下这一笔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小组召集人张上纯也坦言 死亡率肆已超过全球 对此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扬明院区胸腔科医师苏一峰表示 台湾新冠肺炎的死亡率攀升代表医疗资源不足 凸显多年来台湾重症资源不足的问题 有专家忧心 疫情若进入老年人口更多的中南部农业县 死亡人数与致死率还会上升 此外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通报的死亡病例数也受到外界质疑 舆论喊话台当局何时也能将死亡病例数校正回归 因为根据台北和新北民政局的统计 新冠确诊者死亡火化数是261例 但指挥中心通报的却只有157例 两者的数据居然对不上 这个是看死亡证明书 那指挥中心这边所有的这个根是确诊是经过判定之后那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一定会在数字上会有所落差 台湾新冠疫情愈加汹涌 本土病例累计破万例 而陈时中在6号的记者会上却称 7号起不再公布所谓校正回归数据 原因是校正回归病例已相当少 而且对整体疫情意义比较小 对此有台湾网友批评陈时中 都你在说吗 一下校正回归 一下又不要吗 数字调整没有问题 可怕的是政策政令都可以校正回归 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在隐匿疫情